北韩和韩国海军星期二在黄海的西海海域发生短暂的冲突 韩国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一艘北韩请被挺严重受创之后撤退 声明表示星期二上午这艘北韩舰艇越过有争议的海上限界线一公里以上 之后韩国战舰向北韩舰艇射击试警 韩国说北韩舰艇直接对韩国战舰射击 韩国战舰进行了回应射击 北韩的中央通讯社说北韩请被挺当时正在执行任务 确定北韩海域内的一个不明物体 北韩要求韩国对其所称严重的无力挑衅向北韩道歉 韩国说韩国海军没有伤亡 目前还不清楚北韩挺上是否有人员在冲突中受伤